猫頭鷹要請教阿爸老師 他說一個研究的資料有現實 使用安基層的主宰可以提供王子的胖開 所以要請教阿爸老師 是丟一個時間點來用比較適合 是不是可以跟恩舅來提供他不一樣的氣味 如果是他們要怎麼樣來使用 一般就是這種香氣、胖開、鑑桃 很多都需要是一種氨基酸蛋白質的合成 然後他有辦法來形成這種風味 所以他生長 第一條件當然是生長好 生長好 後面就有機會 後面就有機會 通常是這樣 後面生長沒問題 後面當然他就有這個機會 我們在財皮管理裡面 要用氨基酸這種東西 這個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麼這個通常就是說 他在那個小果 我們在用這個他大起來之後 那個紅油開始那個火已經出來 這個開花完了以後 那麼這個時候 你小果快速成長期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用的用的 因為這種最主要 那麼這個 最主要的這個目的 就是說你這樣在用的時候 那麼這通常他的這個效果 那麼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他比較高 這種通常是這個得力 所以通常就是你要把他 尾花刷掉 已經是這個小果一遙 就是一般通常 小果的很糟糕 那你中國人來用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可以出來 這個效果 這個效果 那麼 對當有這個效果 這通常是這樣 那麼我們在用 在用的時候 這個 包括我們 吃這個N9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這個N9就是 它純粹就是這個 氨基酸蛋白質 最主要就是這個多泰 一種小分子的這個東西 這容易吸收 所以我們拿它來改善 這個番茄這個味道 有的人說 哎呦 這個9%的蛋 你還要把他懷疑一樣 這蛋肥還改善番茄的味道 很多朋友用過後說 真的覺得比較好吃 但是 你肥也不好吃 有可能會比較爽味 這個會的 但是呢 它確實會讓它變得比較好吃 在草莓裡面 那當然是無話可說 在這個很多這個粿子 我們在中國企業的時候 所以你在公園來說 公園來說 那麼大概也是比較重要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 在小果以後 在中國這個時間 那麼這時候來用 這個效果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呢 這時候我們好朋友 你先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 它有這種效果 這個味道會比較好一點 這確實是一些研究上都有 都有去說到 有去說到 這種的這個效果 那麼因為我們從炊花 炊花到可以慢 炊花到可以慢 幾個月的這個時間而已 所以你開始在慢的這個時間 後面很快 本來他以前在大陣子 但是後面在 後面開始要慢那個時間 所以一般就是說火如果有開 大概在這個 正常的這個行動的這個期間裡面 大概就是四個月不到 三個多月四個月 看天空間有溫度 所以開火之後可以慢 所以差不多在鍋半個 兩鍋半個中間 一後來用就好了 菜市場之前一鍋半個月 不要用這個東西 稍微控制一下 這一般同鄉 五一關的這個好個 那麼這個讓我們去 提供朋友 你稍微做一下這個了解到 所以大概是這樣使用的這個方式 啊嗯